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农历春节将至走春将来有着期许新春吉祥的美意,新北市政府今年在淡水、新殿、永河、板桥、三重等地严选七处公园景点,主打清明一抵达以最自然的绿色资源打造写力缤纷的苟年意向,让民众或年不用忍受周车劳顿与人挤人到日常熟悉处散散步,就可迎春踏青。 新北市绿美化环境景观处表示,民众可到板桥接受公园与可爱的海棠花狗脚印GiveMeFive,也可在行星袭来攘往的板桥车站时放慢脚步,欣赏分隔岛起气洋洋的爆竹银春。 双河地区的朋友则可以前往永河仁爱公园与草坪上烟红夺目的银春祈福靠竹图腾和影留念。 如果到了三重玫瑰公园,别忘了寻找象征好事成双之一的一对坟嫩狗宝宝,若是新店一带的居民,流攻公园水稻草坪上的苟年如意,值得一关。 而鹰哥的永极公园也将坠上喜气洋洋的红衣,行目的橘子祈愿永远吉祥。 此外,五谷登陵路草花岛上也兴了大大的福字,连接着林口鼎湖祖师延庙附近的林口祭延岸靓丽的新春之灾。 除热闹市区,北海岸也向来是大家踏心的好去处,景观处也特地在淡水鱼人码头情人桥前方的花坛换上叉子烟红的新装,希望带来大红大紫花开富贵的好兆头金山老街旁中山温泉公园。 附近望黄港渔港的路边也以鲜艳的草花行送出可爱的狗狗脚印带领大家迈向大吉大利的一年。